中美贸易会谈结束 两方都未宣布达成协议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4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中两国贸易战星期四升级 双方加征新的关税 与此同时 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 为期两天的贸易会谈结束 双方没有宣布达成协议 白宫副发言人林塞沃尔特斯 星期四发表声明说 我们结束了与中国同事的两天讨论 并就如何通过解决301条款报告 所指出的中国结构性的问题等方式 来实现公平平衡和互惠的经济关系 交换了观点 我们感谢中方代表团 前来美国参加这些会议 美方代表团将就相关讨论 向他们的首长汇报 这次会谈的级别比之前相对较低 中国代表团负责人是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 美国代表团负责人是美国财政部次长马尔帕斯 川普总统星期一明确表示 对这次会谈不抱任何希望 对两国结束贸易争端没有时间表 但有一个长远战略 星期三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 在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有关美中贸易会谈的问题时说 总统希望看到与其他国家 特别是中国能有自由公平和更为互惠的贸易 我们将持续这些对话 星期四美国对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开始加征25%的关税 加上7月开始加征关税的价值340亿美元中国产品 目前已有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被川普政府加征25%的关税 中国也实行了等量报复 中国商务部指责美国一意孤行 并称中方将不得不继续做出必要回击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川普称 要是被弹劾 股市会惨跌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4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如今公开谈论他被弹劾的可能性 福克斯新闻频道周四早间播放了川普在白宫接受的电视采访 他在采访中说 如果我真的被弹劾了 股市会崩盘的 我认为每个人都会变穷 因为如果没有我这样的思维 你会看到经济数字逆转的让你没法相信 总统接着质疑说 在他工作如此出色之际 怎么可能会遭弹劾 过去的两天里 川普的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和前四人律师科恩成为重罪犯 有关弹劾总统的讨论已经增多 马纳福特在维吉尼亚州的一家联邦法庭被判定犯有八项欺诈罪 长期负责帮川普把事件搞定的科恩在纽约的联邦法庭达成控辩协议 承认他在2016年总统竞选的最后几天 向两名声称曾与川普有染的女子支付了封口费 并称她是在时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的受益下这样做的 川普在推特上以及录制的电视采访中 指责科恩为了争取检察官的宽大处理而编造故事 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说 三四十年来我一直在观察那些对雇主翻脸的人 本来一切都很好 然后他们被判十年监禁 接着他们就会对下一个位置最高的人翻脸 一些政治专家认为 科恩承认竞选资金违规并称总统牵涉其中 这可能成为弹劾的理由 但其他人对此表示怀疑 可以肯定的是 在周二法庭发生戏剧性进展后 人们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大增 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中 对包括弹劾一词的查询大幅增加 但目前议员们几乎没有弹劾的机会 因为国会参众两院都掌握在川普所在的共和党手中 除了少数例外 共和党仍对总统忠心耿耿 不过 如果少数党民主党 能够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 获得众议院的控制权 他们将能够对川普发起弹劾程序 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周三对记者说 弹劾是国会民主党人似乎在中期选举中要传达的唯一信息 不过 民主党领导人似乎对是否将弹劾作为竞选主题持谨慎态度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 如果有证据显示总统应该被弹劾 那就让他浮出水面吧 佩洛西在旧金山对记者说 我认为共和党人希望我们以弹劾为竞选主题 关于弹劾 我想说的是 这件事不能政治化 不管是否弹劾都不应该出于政治目的 我们必须寻找真相 一些民主党内的战略家警告说 在今年11月大选前过多的竞选游说 可能会疏远独立选民 并让川普的支持者团结起来 中期选举的结果通常对执政党不利 选民投票率通常会低于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率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美国与土耳其危机为中俄两国提供机会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4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恶化 加剧了土耳其货币的贬值 并引发土耳其的经济危机 会波及到其他新兴市场的担忧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 美土危机为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 可能推动这些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 组建一个所谓的受制裁的轴心国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对这种担忧不以为然 美国牧师布伦森在土耳其应受到恐怖主义指控 而被关押所引发的美土贸易战 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的货币危机 随着美土之间的对峙进一步加深 土耳其货币里拉星期四继续大幅度下跌 引发土耳其的经济危机会波及国际市场的担忧 美国商会负责中东与土耳其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查克斯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们担心这个危机会扩散 从巴西一直到印度 他们的货币都受到挑战 我们认为以牙还牙的贸易战不仅正在影响美国与土耳其 而且影响到其他的新兴市场 这是美国商会感到担忧的问题 长期关注美土关系的一些专家指出 目前的美土关系是多年来最糟糕的 布伦森一案只是这个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的一个症状 而不是根源 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东项目主任米勒 星期三在一个电话讨论会上表示 美土两国关系的紧张 其实反映的是两国之间的信心危机与信任危机 而且涉及到各自的国内政治因素 事关两国强势领导人的归信与可信度 因此让这场危机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川普总统本来认为 他上个月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 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释放布伦森牧师的问题 达成了协议 但是在他让以色列释放了一位被关押的土耳其妇女后 埃尔多安并未释放布伦森 而是将他软禁起来 这让川普感到受到背叛 尽管川普在多个场合表示他喜欢埃尔多安 川普总统日前表示 他不会在布伦森牧师的问题上向土耳其做出让步 美国财长姆努钦说 如果土耳其不释放这位牧师 美国将加大对安卡拉的制裁 全球政策研究所所长 BAU国际大学国际事务教授保罗希拉克 对美土关系的继续恶化 感到担忧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目前的局势不受阻止的继续发展下去 导致关系破裂 我认为坦率地说 对双方都会带来巨大的伤害 土耳其是美国在北约重要的盟友 1952年加入北约的土耳其 向北约提供的军人人数仅次于美国 美国在土耳其还是有空军基地 但是美土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出现紧张 埃尔多安指控生活在美国的神职人员 居然是2016年针对他的未遂政变的幕后黑手 在政变后 有近5万人遭到逮捕 土耳其还对美国支持叙利亚的一个库尔德 组准军事组织感到不满 土耳其认为这个组织是一个恐怖组织 美国认为土耳其一家国有银行帮助伊朗逃避制裁 而准备对他进行制裁 也使两国关系受到影响 美国官员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日益热络的关系也感到不安 在安卡拉不顾美国的反对 执意从俄罗斯购买价值25亿美元的S400导弹体系后 川普总统签署了法律 在土耳其购买俄罗斯导弹体系后 禁止美国向土耳其交付F35战斗机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东问题高级研究员巴基认为 美土之间能够解决布伦森牧师被关押的问题 但是由于美土之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包括土耳其强烈的反美情绪等 美土关系不会好到哪里去 埃尔多安的发言人卡林星期三表示 川普总统的国安顾问博尔顿的有关言论证明 川普政府正在针对一个北约盟友而发起经济战 博尔顿在访问以色列期间 对卡塔尔承诺向土耳其提供150亿美元的投资 表示了怀疑 说这笔投资完全不足以对 土耳其经济造成影响 卡林说川普政府有意使用贸易、关税和制裁 来发起一场全球性的贸易战 他提到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欧洲和中国都有类似的争端 一些战略分析人士甚至认为 川普总统把经济作为杠杆的做法 可能会促使一些国家成为所谓的受制裁的轴心国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最近也表示 土耳其正在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经济联盟 其中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一些欧洲国家 全球政策研究所所长冯希拉克认为 土耳其希望提醒美国它有别的选择 但是在他看来,土耳其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他说,俄罗斯是一个很重要的能源供应国 但是俄罗斯能够取代美国在土耳其的作用吗? 我不认为如此 在石油与天然气方面 显然俄罗斯可以有所作为 也许可以提供一些优惠 但是土耳其现在资金很紧张 在他看来 伊朗对于土耳其来说也不是很理想的伙伴 美国之音土耳其组的记者麦特认为 美土关系的恶化 无疑创造了一个中国可以填补的空间 他指出 中国一直寻求与土耳其发展更为密切的经贸关系 中国工商银行最近向土耳其提供了35亿美元的贷款 今年以来 前往土耳其旅游的中国公民创下了记录 美国商会负责中东与土耳其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查克斯认为 这种情况无疑不利于美国的利益 扎克斯说 我们的角色是促进美国与土耳其的经济与商业联系 任何影响到这一点的事情都不符合美国的最佳经济利益 不管他是否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介入创造了空间 不过 全球政策研究所的冯希拉克对于这些国家建立抗衡美国的所谓轴心国并不感到担忧 他说 这些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点是 他们都与美国有问题 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立场 因为他们的情况都不同 有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需求 这位国际事务专家说 他一直对大家会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的想法存在怀疑 他说 大家可能会聚在一起 但是他不认为他们会制定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 他还认为 中国也许可以对土耳其提供一定的经济帮助 但是鉴于土耳其私营部门的巨额债务 中国能做的也有限 因为中国也得考虑对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土耳其进行投资可能带来的代价 他说 尽管中国有很多钱 我不认为他有这种弹性与意愿来接管土耳其 说美国不喜欢你 那好 我是你的新朋友 我们会帮助你摆脱困境 他们能提供一些帮助吗 我确信他们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以换取一些东西 但是中国能解决土耳其的问题吗 我认为不能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柏林与北京南高枷锁的新玩家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4日 德国之声报道 中国近年来在南高枷锁地区非常活跃 如今 德国也更加深刻的意识到 加强与该地区合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从周四起 德国总理默克尔开始对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将三国进行访问 而出行前的一场风波让人们不禁要问 南高枷锁地区如今为何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 是能屈能伸还是向独裁者磕头 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本周四开启高枷锁三国之行前 伊德消息就在德国政界炸开了锅 阿塞拜将拒绝计划随默克尔出访的德国联邦议院男高加索议会团副主席 基民盟议员阿尔伯特维勒入境 理由是维勒曾两次访问被阿塞拜将视为自己的领土 但被亚美尼亚占领的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 面对毫不客气的逐客令 德国议员呼吁默克尔取消对阿塞拜将的访问 但默克尔却决定坚持访问该国 维勒议员只陪同他出访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之后变换他人顶替 默克尔的让步也在议员中引发不满 尽管总理府表示 默克尔将在与阿塞拜将总统阿利耶夫的对话中 就该事件对阿国提出批评 但媒体抨击说 这是默克尔软弱的标志 是利益至上 人称李海明珠的阿塞拜将究竟关系到 德国多大的利益 才能令默克尔做出如此妥协 从经贸网来看 2016年 德国向阿塞拜将出口约3.2亿欧元商品 从阿塞拜将进口商品额 则高达16.13亿欧元 其中15.82亿为石油和天然气 2017年 德国对阿塞拜将的出口略有增长 达到3.52亿欧元 但进口额却大幅下跌至约11欧元 其中9.55亿欧元为石油和天然气 进口额下降的原因之一 当然也是受国际市场上 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下跌的影响 重要的南方天然气斗廊 阿塞拜将是世界重要的石油能源产地之一 石油碳明储量约22亿吨 天然气储量约2.6亿平方米 目前年产石油约5000万吨 天然气300亿平方米 进入21世纪以来 由于国际能源长期处于高位 阿塞拜将经济发展迅猛 今年6月全长1850公里 经格鲁吉亚将阿塞拜将天然气 运送到土耳其及欧洲的跨阿纳 托利亚天然气管道正式开通 这是欧盟与土耳其阿塞拜将 大力推进的能源合作项目 南方天然气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视为实现欧洲能源供应渠道 多元化的重要一步 按照计划 2019年6月 首批天然气 将经跨阿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 输送到希腊 目前 参与南方天然气 斗廊项目的国家 目前为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 土耳其 希腊 意大利 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 等7个国家 分析人士认为 该项目是目前欧洲实施的 最大基础设施项目之一 决定着欧洲能源供应市场 是否实现多元化新格局 为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德国政府也希望从南部天然气斗廊项目中分的一杯羹 德新社曾报道 从2020年到2044年 德国能源巨头一昂 每年将通过南部天然气斗廊 获得14.5亿立方米天然气 默克尔本次出访阿塞拜疆前 一名德国政府官员就表示 德国对继续发展南部天然气斗廊非常感兴趣 希望支持其建设 德国以及欧盟都不会忘记 2005年俄罗斯政府宣布暂停向乌克兰输送天然气 如果不是及时达成协议 欧盟各国险些就面临一场能源危机 而拟建中的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 通往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 其实也存在多重变数 中国的青睐 南方天然气走廊的开通 提升了阿塞拜疆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事实上 该国丰富的油气资源 地处西亚与东亚 东欧与中东的十字路口的优越地理位置 早就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青睐的目光 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利用地缘红利将该国打造成 欧亚大陆的能交通和信息枢纽的愿望 也可谓正合中国的心意 他提出的复兴丝绸之路的大丝绸之路计划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谋而合 只不过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更宏伟 南高加索只是中国雄心勃勃的 新丝路计划上的要塞 2015年12月 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同习近平共同建政签署关于共同推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标志着两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合作的开始 2017年2月 中国驻阿塞拜疆大使魏敬华 在《中国投资》杂志撰文称 一带一路为中阿合作开辟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该文写道 据中方统计 2015年中阿双边经贸俄寿阿货币贬值和能源价格等因素影响 较2014年下降近三成 达6.62亿美元 其中中方进口2.23亿美元 出口4.39亿美元 中方顺差2.16亿美元 2016年上半年 双边贸易额2.2亿美元 同比下降24.3% 中国现为阿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国 该文还称 阿政府在重点推动的三大非石油经济发展领域均提出与中方合作意愿 包括中国中亚 离海阿塞拜疆欧洲的东西铁路 货运干线的交通配套设施升级 计划中的俄阿伊南北交通走廊 农业合作 开发旅游等 不过从2017年以来中国的触角显然也伸到了阿塞拜疆的能源领域 2017年5月13日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与中石油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关于GPC项目投资 谅解备忘录 该项目围绕巴库卡拉达赫区的天然气加工和石油化工 据中国媒体报道 该项目预计投资42亿美元 预计主要债权方为中国国家开放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丝绸之路银行可能成为潜在的融资方 此外 2017年6月 中国深圳和阿塞拜疆 卡拉达赫区签署了合作建设中阿自由贸易产业 园区合作意向书 预计将投资7亿美元以上 在阿首都巴库的卡拉达赫 发展新能源 物流 工业制造 现代农业 金融服务等 到今年4月 驻阿塞拜疆大使魏敬华 在接受阿通社采访时就表示 2017年双边贸易额达12.98亿美元 创建交25年来历史新高 中国成为阿第四大贸易伙伴国 第八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国 目前中国对阿投资总额约为7亿美元 在阿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超过20家 业务范围包括油气领域 工程承包 通讯技术 航空 物流运输 餐饮零售等 中国显然和欧洲一样 对阿塞拜疆油气资源充满渴望 虽然一场争夺战尚未打响 但在这样的时刻 德国董理默克尔自然不愿错失 与阿利耶夫深入交谈 表达油气领域合作意愿的良机 哪怕阿塞拜疆姿态傲慢 不太给颜面 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同被视为 一带一路要塞 近年来经济发展是透颇为强劲 德国无疑也希望 从合作和经贸往来中受益 同时探寻加强政治影响力的可能性 南高枷锁这一地缘政治敏感地区 不再是俄罗斯 美国 伊朗或土耳其利益交织的地方 北京和柏林也业意成为新的玩家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韩国前董统朴槿惠涉滩 二审重判25年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4日 德国之声报道 现年66岁的韩国前董统朴槿惠 在法院二审宣判中 被处于25年徒刑 法院表示他收贿 还滥用权势干预私营企业人士 侵犯企业运作自由 高等法院宣判指出 朴槿惠被判25年徒刑 并科罚金2000亿韩元罚金 朴槿惠被追加刑期 首尔中央区地方法院 7月20日作出判决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 因收受国家情报院特殊活动费 违反公职选业法两项罪名 在被分别追加6年及2年的有期徒刑 并没收33亿韩元的财产 早在今年4月 朴槿惠就已经因为贪腐 滥用职权等18项罪名 一审被判24年监禁 法庭指出 朴槿惠曾经非法收受多家企业 提供的巨额资金 被追加刑期之后 意味着现年66岁的朴槿惠将在监狱中 总共度过33年的时光 虽然在今年4月的一审判决之后 朴槿惠表示不上诉 但是检察院方面认为这位前总统毫无悔意 因此提起了上诉 要求加大处罚力度 首尔高等法院上诉庭开始审理此案 检方要求将贪腐 滥用职权等18项罪名的刑期 由24年提高到30年 朴槿惠的腐败及轻信干政丑闻 对韩国政坛造成了巨大的震动 他也在2016年底成为韩国历史上 首位遭到弹劾的总统 他的闺蜜崔顺时 则在今年初被判20年监禁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金门823炮战一甲子 蔡英文呼吁团结不惧北京打压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4日 美国之音报道 星期四是823炮战60周年的纪念日 台湾军方在金门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总统蔡英文也及这个日子 呼吁以团结的精神面对外力的打压 金门炮战打响巨鲸 已过一个甲子 台湾海峡仍然难以平静下来 当台湾人在回顾纪念60年前发生的那场死伤惨重的冲突时 中国正在加大对台湾的打压 1958年8月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金门发起的炮战持续了44天 向这个距离大陆仅三公里之遥的小岛 发射了超过47万发炮弹 中华民国国军进行了反击 其间得到美国海军的帮助 维持了金门的补给线 中华民国军队最终成功守卫金门 那是一场惨烈的炮战 在密集的炮火中 双方都有惨重伤亡 在金门 超过600名军人和平民在这场炮战中丧生 在周四举行的纪念活动中 60年前参战的官兵在金门太武山公墓 向牺牲的铜袍墓碑献花 总统蔡英文当天在脸书上撰文 对60年前在前线保家卫国牺牲奉献的军人表示感谢 蔡英文写道 60年了 如果要给这场战役一个最大的意义 我认为 应该要看见台湾人不分你我 不分先来后到 不分族群团结守护台湾的决心 同时 他还强调不会惧怕外来的军事打击 2016年蔡英文任总统以来 因拒绝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 而持续受到北京的打压 近来中国加大了打压台湾的力度 从军机绕台军演等武力威胁 到阻止台中举办东亚清运会 甚至对蔡英文 陆金购买咖啡的台商 也进行骚扰恐吓 北京也加快了对台湾进行外交孤立的步伐 蔡英文刚刚结束拉美之行 中国即宣布与台湾邦交国萨尔瓦多建交 蔡英文在周三针对友邦断交发表的一次讲话中 也呼吁在面临打压之际要团结一致 他在那次讲话中说 中国的打压是要对台湾的选举进行干预 在野党国民党在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后 批评蔡英文和他所在的民进党缺乏维持稳定的两岸关系的能力 星期四 前总统马英九前往金门纪念823炮战 据联合报的报道 马英九在泰武山公务说 如果蔡总统能够来金门 国军官兵会更加振奋 马英九两届总统任内提出与中国外交修兵 台湾在那八年间仅是去甘比亚一个邦交国 但是批评者认为 马政府与中国大陆更为密切的合作 也会有损台湾的利益 今年11月台湾将举行限制选举 蔡英文希望在面临强大打压之际 两党能够表现出团结的精神 马英九和蔡英文当天都表达了和平的愿望 马英九希望未来两岸关系能朝和平方向发展 蔡英文表示 台湾人民珍惜和平 也愿意用对话化解两岸的分歧 但他说 不会把国家安全当作是理所当然 他说 今天的和平是60年前 无数的军民同胞用血汗手下来的 蔡英文说 他的国防自主的政策和推动国防事务革新 是为让国军更有力量 能够保卫国家守护人民 国防部长颜德发在纪念大会上致辞 以于右任所写的诗句 《不容轻使靖成辉》 赞颂60年前823战役的光辉历史 他提出要谨记战役历史 传承核心价值 同时也要努力建军备战守护和平成果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北京高校学生声援深圳维权工人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4日 美国之音报道 备受关注的深圳家事工人维权和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界声援活动 仍在继续 在学生声援团与深圳官方维稳人员对峙 并且面对家庭和学校压力的同时 一些大学生和退休老干部 周三和周四先后到北京全国总工会和复联等官办机构 递交请愿材料 支持工人维权 深圳家事工人组建独立工会的维权活动 持续受到媒体关注 多名维权工人被捕 中国一些高校左翼学生加入声援行列 与当局对峙已有数周 8月22日和23日 一批在北京的工人和学生声援者 先后到全国总工会信访办和中国复联递交请愿材料 在现场遭到便衣人员的监视跟踪 一名在北京参加声援活动的在校生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和来自北京和上海高校的十几名同学 跟一些工友一起到总工会 要求公平正义 他们的诉求是无罪释放被捕的14名家事工人 一名大学生说 这一切很不容易 工人学生挤到信访室里 大概有五六个人 跟接待员理论了两个小时 最后还请了一位老干部出面 有社会主义情怀的这种老干部一直特别关心这些事 他们老干部很多人也在声援群里面 所以听到这件事 他们昨天也到了六七个人 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维权工人领袖陈梦宇 8月11日被不明身份人员带走失联 未经证实的消息说 他目前被软禁在深圳银湖会议中心 美国之音周四致电深圳平山警方了解被捕工人情况 对方称媒体需向上级领导机关采访 记者发提问短信给家事科技公司管理层等人的手机 询问该企业对事件看法及营救被捕维权员工的措施等 目前皆没有回应 几周来 声援学生与维权工友组成声援团 在深圳城中村暂时居住 国宝在周边昼夜监视 深圳当局称学生和工友勾结境外势力 想搞波兰团结工会式的运动 中国官媒目前对家事工人维权保持晋升 然而据参与声援的学生郑永明的介绍 8月21日晚 新华社记者到声援团住处采访被捕后 释放的工友蓝志维等人 目前仍有14名维权工人 被以寻衅滋事罪拘押 被抓捕的学生已经释放 当局看来对学生采取怀柔政策 参与声援的学生表示 政府通过家长和学校向学生施压 迫使学生放弃维权活动 一些家长守候在声援团住处 反复劝说学生回家 多名学生表示 有自称学生亲属的人干扰声援行动 只称学生不明真相 误入传销组织 参与声援的高校学生 大多自称马列主义者 在声援和集会过程中打出毛泽东画像 一些中共党内左派和毛派网站乌有之乡 仍是公开声援 分析认为 对毛左学生网开一面 显示当局投鼠忌器 避免触碰自身意识形态问题 危及政权合法性 目前 这些学生和工友仍在多方奔走 呼吁当局无罪释放被捕维权工人 今年5月 深圳家事公司部分员工要求组建独立工会 到了7月 部分维权工人遭到保安警察及不明身份人员殴打 事件在中国左派和高校学生群体中迅速发酵 部分在现场的维权工人和声援学生被警方抓捕 这次左派群体参与维权的街头运动正在扩展到中国其他城市 似有新火燎原知识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华为进入5G市场 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雪上加霜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4日 德国之声报道 华为在被禁足 这次是澳洲的5G移动网络市场 最新的禁令使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雪上加霜 但巧妙的是澳洲总理特恩布尔也在此刻遭逼宫 领导层换人会是华为摆脱困境的契机吗 澳洲政府接纳安全机关的建议 以外国干预和骇客风险为由 决定禁止中国电讯商华为向当地供应5G移动网络零件 中国是澳洲最大贸易伙伴 此举恐怕令两国关系进一步陷入领域 堪培拉政府早前曾指控北京干预澳洲内政 继美国之后 澳洲同样向华为颁下禁令 澳洲政府周四发表声明指 受制于外国政府法律制度外的指令之企业 会令澳洲容易遭受未经授权的干预 并带来安全风险 声明没有点名是哪家中国企业 但一位不具名的官员证实禁令针对的就是华为 目的是要避免他参与网络建设 声明也确认国家安全条例的规管范围 会由电讯营运商扩展至零件供应商 华为澳洲分部周四在推特上证实禁令的消息 但否认受北京当局操控 他批评澳洲政府的决定是令消费者极度失望的结果 强调在澳洲安全的提供无线网络服务 接近15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指 澳洲政府所谓是利用借口人为设置障碍 及歧视性做法 要求澳方摒弃意识形态偏见 为中企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有意见忧虑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和组织援助情报工作 华为的零件会被利用做间谍活动 在堪培拉通过外国影响力法案后 澳洲关系显着降温 该法案旨在应对中国对澳澳洲内部事务施加影响 以及回应北京在南海的咄咄逼人姿态 华为是全球最大电讯零件供应商 这已不是澳洲政府头一次向它下手 此前当局禁止华为供应光纤网络零件 以及在太平洋铺设海底传输线 如今华为又被禁止踏足移动网络 澳洲总理特恩布尔 Malcolm Turnbull本月初放话 寻求重整中澳关系的良好愿望恐怕落空 澳洲拉筹博大学亚洲研究学者莱博尔得指 这与他试图重整两国关系的步调不符 他们不会忘记特恩布尔那刺耳的言论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FIREI副总裁沃特斯认为 澳大利亚做了一个决定 花费更多钱以加强对国家通讯系统的控制 因为他在反抗一个牺牲短期利润换取 长期情报优势的对手 而刚好在此刻 特恩布尔所属的执政自由党爆出内斗 多位阁员倒戈逼宫 令他的总理之位岌岌可危 自由党拟在周五举行选举产生新的党魁 如果总理真的换人 对华政策会否出现转向成为下一个关注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点击明镜之声APP 左上角的目录标志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